消防队那边有取得影像 那就非常确认说 消防队并没有在右手打针 高中生遗体的右手 发现四个不明的针孔 二号下午死者母亲委任的律师 前往消防队与医院询问后 有新发现 律师认为这些不明的针孔 如果不是法医相验抽血所造成 可能就是命案的关键 他再次来到台中地检署 要求调查新证据 申请调查八项证据 那我们就根据这些新的市政 然后再去申请新的证据调查 法医高大成提出 高中生进入电梯时 右手正常 但坠楼后 手却有非坠落所造成的伤势 而且他在高中生的脖子上 还发现了浅浅的勒痕 有很多处他杀的激症 我们认为这并非坠楼造成伤痕 根据民众提供的现场照片 和监视影像 下戏男子在案发前后 不但有换装 而且还提着一个 疑似装有鞋子的塑胶袋 那我们有申请去调查 他那个物品里面 是不是有生物激震 下家人在高中生死后 不但没来上乡 也没有来慰问死者的母亲 还不归还高中生名下的土地权状 律师认为 下家人一直说 是高中生违请他们保管权状 却始终拿不出证明文件 而且高中生已经过世 委托也应该失效 因此一并提出 业务侵占的告诉 华世新闻 吴烈亚 林建峰 洪廉辉 张春风 SNG小组台中报道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